美国防长和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处置库尔斯克问题 美方到底什么态度 这对俄乌冲突会产生哪些影响 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仍然在持续 目前战况趋于稳定 从总体局势来看 俄军正在回到乌冬战场上熟悉的状态 也就是通过相持阶段不断积累优势 最终形成对乌军的压迫态势 逼迫乌军放弃更多的土地 与此同时 乌军也在竭力阻止俄军的这一竞争 比如增派援军 利用海马斯等援火攻击俄军的交通要道 试图遏制俄军的增援 显然美国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态势产生了浓厚兴趣 根据媒体报道 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利纳辛格在记者会上表示 防长奥斯汀有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讨论乌军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下一步计划 特别关注乌军是否打算拒守库尔斯克地区等 然而 他并没有透露美方对乌军行动计划的具体态度 或者是否支持乌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进行拒守 从当前局势来看 美国很可能不会放弃这个让俄罗斯总统普京颜面扫地的机会 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袭击行动 令美方看到了一个可以打破俄罗斯既定胜利模式的可能性 在美方看来 按照目前乌冬局势的发展 乌军防线的溃败似乎已成定局 一旦俄军完全胜利 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威望会空前的高涨 那么他不仅收复了克里米亚 还成功夺回了乌冬的四周 并顶住了整个西方集团的压力 消除了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威胁 然而 如果乌克兰能够在库尔斯克等地区占据一定的地盘 这将为泽连斯基与普京谈判增加了非常重要的筹码 这样的反攻 将领俄罗斯在乌冬的胜利显得黯然失色 毕竟 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目标 就是消除乌克兰的战斗能力 确保乌克兰不再对俄罗斯构成任何军事威胁 但如果乌克兰能够占领库尔斯克一部分地区 或者更多的地区 这将证明乌军仍具备作战能力 并且能够对俄罗斯构成实际的威胁 如此一来 俄罗斯可能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 而被迫在谈判中做出让步 尽管这一逻辑听起来挺合理 但前提是乌军必须能够稳固的守住库尔斯克等地区 然而乌军在红军城 杰尔任斯克等地区 依托多年的这种构筑的防御攻势 还没办法遏制俄军的进攻 那么他们凭什么认为 自己能够在几乎没有预制阵地的库尔斯克能够成功防守呢 美国插手这件事大概率是为了讨论 如何帮助乌克兰建立更加稳固的防御体系 在库尔斯克等地区 从而迫使普京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 然而普京显然不会轻易答应这样的条件 他很可能会指示俄军 尽快清除库尔斯克的乌军 确保俄军的战略优势 对于普京而言 时间在俄罗斯这一边 如果一直拖延 只会让乌军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的帮助除了让乌克兰在战场上承受更大的损失 让更多的士兵陷入苦战之外 可能唯一的作用就是为民主党在美国国内的选情 增加一些虚假的宣传噱头 对俄乌冲突的最终结果而言 这场博弈将进一步延长冲突的时间 而乌克兰的处境则会更加艰难